感恩和兴奋的心 在过去的一些录影当中 特别跟大家谈到有关于婚姻方面的圣经的教导 和在实际上生活当中怎么样做出一些的应用 也特别也提到关于这个家庭属灵教育方面 这一个专题的一些的分享 那这一次的录影呢 特别要跟大家来思想 仍然围绕着信仰是生活 生活是使命这个主题 我们要看的 延续我们上次录影的这一个主题 就是婚姻跟家庭那一条路线 这一次要跟大家思想的一个大的题目 就是共建幸福健康的家庭 共建幸福健康的家庭 我想只要你稍微注意一下 在你身旁 在你生活的圈子 在你职场的环境 在校园当中 不能发现到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 我们似乎看见这个社会 在家庭这一块 已经开始面对严峻的考验 甚至我们可以这么样说 家庭的关系已经到了一种支离破碎的处境 我不太清楚你没有这个印象 多年前在欧洲一个国家叫奥地利 奥斯特利亚 奥地利曾经发现一件事情 轰动了全世界 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爸爸 竟然把自己的女儿 把他关在他家里面的地牢 在这个地牢里头 前后关了24年 在这24年当中 一直不断的去伤害他这个女儿 甚至在这24年当中 跟他女儿发生的这种 非常的不能够了解 残酷的事实 就是透过这种 对女儿的性侵害的这种的作为 生下了七个孩子 是不能想象 但是却是真实发生在人间 家原本应该是人间的天堂 但是竟然会成为人间的地狱 那我们来思想作为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信仰是生活 而家庭这一块何等的重要 怎么样根据上帝的话语来共建幸福健康的家庭呢 那我们要特别从保罗写的一段的经文来思考 其实保罗在写到有关于建议书信的时候 都提到有关于关系的层面 特别从家庭的角度来探讨 信仰在家庭里面 怎么样让它能够成为基础 那我们这一次的录影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呢 我先跟大家来分享基础性的条件 那第二个大部分呢 就来思想一般的实践的条件 所以我要先跟大家来谈的 就是基础性的条件 就从这一段的经文一同来思考 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 保罗这么样说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这在主里是贺盈的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在主里是可喜业的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嫉妒儿子 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特别强调家庭关系 而在这强调家庭关系里面 讲到两种 一种就是婚姻的关系 丈夫妻子 一种的关系是讲到亲子关系 就是父母跟儿女 那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思想基础性的条件 怎么样去共建幸福健康的家庭 那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第一非常重要的 让耶稣成为家庭的防脚石 让耶稣成为家庭的防脚石 那你注意看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他最起码重复的说了一个重要的措辞 就是在主礼 在主礼 18节和20节 在主礼 那在主礼 这一个措辞要强调的 就是在任何的关系 无论是婚姻的关系 或者是家庭的关系呢 他强调的是一种主权的概念 表明耶稣基督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无论是丈夫 妻子 爸爸 妈妈 儿女的生命当中 耶稣基督 他有绝对的拥有权 意思也就是说 耶稣是我们生活中 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抉择 每一个价值取向的 最高的标准 所以从这样的一种的描述的方式 保罗提出 第一个重要 我们要掌握的 让耶稣成为家庭的防脚石 那当我们明白 保罗尝试在强调 假如耶稣是我们家庭的防脚石的话 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来思考 什么是家了 我们又重新定位 那假如耶稣基督是我们家里面的防脚石 cornerstone 那耶稣基督 上帝 是我们整个家庭的核心 那家的意义呢 就全部要改写了 我可以提出几个很重要的家的意义 根据保罗强调这个概念在助理 比如说家是荣耀上帝的地方 比如说家是学习认识上帝的地方 比如说家是经历上帝慈爱的地方 比如说家是分享上帝恩典的地方 比如说家是宣扬上帝福音的地方 比如说家是实践上帝话语的地方 比如说家是上帝掌权居守卫的地方 你看到单单这样一个措辞在主里 保罗提出非常重要的建立 共建幸福健康家庭的要者 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让耶稣基督成为家庭的防脚石 我们要重新为我们的家的意义定位 我们重新思考到底家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它的意义是什么 刚才所提出来的都可以让你和我 怎么样在每一天的家庭的生活里面 让信仰和生活能够结合 求天佛帮助你和我 让我们学习 虽然每一个人都不完全 也有软弱 建立健康幸福的家 不是靠我们的力量 乃是我们怎么样谦卑的来到这一位 我们慈爱的天父的面前 然后呢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家的防脚石 我们重新来去建立彼此间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 产生更和谐的生命的关系 在下一次的录影当中 我会跟大家更清楚的来谈 有关的这段经文的 另外的重要的两个属灵的原则 上帝赐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